首先打开机器啊 然后我们进入到这个初始界面 然后点击屏幕中心 显示两个选项男性女性 然后根据对应 我们先选择男性啊 然后可以看到啊 这个位置是能量 能量密度 然后呢 这个选项呢 是这个麦宽啊 现在是40微秒 然后现在这个位置是1292 然后这个是频率 这个选项是频率 然后制冷这个位置啊 进入的话应该是两个那个信号 然后我们给他点的最大 这个是制冷 然后点击准备 点击准备的话 手绝 手绝的话 现在就会制冷 等它降至到零度左右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操作 这个位置是寄入器清零 下面有五个选项 这五个选项呢 是根据皮肤深度浅度 然后具体的操作呢 根据这个不同的肤色 和不同的毛发 去定这个技术参数 像男性的话 皮肤是正常 黄浓色的情况下 脱唇毛 我们应该键是在三十 三十 我们调麦关能量会根据自动跳定 匹配这个适合的这个 根据麦关匹配适合的能量 然后频率的话 可以适当的降低 因为这个唇部 这个皮肤比较薄弱吧 这么说 然后呢 再拖到这个 再讲到身体的位置 那身体的位置的话 咱们先说手臂 手臂的话 可以像男性的话 可以从九十或者八十 这个位置开始 频率的话 我们还是逐一上调 不要调到太高 如果说是咱们这个能量越大 频率会越低 这样的话 会对皮肤进行一个保护 对机器进行的一个保护 然后呢 下面我们说腿毛 腿毛的话 我们可以能量调到八十九十 逐一上调也是同样 根据这个皮肤的这个深度 现在强调一点 针对于现在这个八零八 这项技术的话 皮肤越深 毛发越黑 它能所承受的能量会越低 因为它对这个光吸收的 会更好更强 所以说我们要用小能量 逐一上调 任何的这个部位 我们都要用小能量 然后逐一让客户去承受 所有的这个参数 都是在客户所能承受范围内 逐一上调 避免烫伤 然后呢 在操作的时候 操作的时候 光头一定要贴紧 一定要贴紧皮肤 贴紧皮肤 避免烫伤 然后像这些比较薄弱的腋下 能量的话 我们也是逐一上调 我们也可以从三十开始往上调 然后像手臂 大腿 这些位置 可以说能量在七十八十 但是这是针对于皮肤 比较发深的 但是建议 建议我们在对客户操作的时候 尽量用低频率 小麦款 去慢慢的让客户去感受 所有的操作 都要让客户感受到 有轻微的这种热感传递 这是最好的效果 如果说它能承受大能量 也可以注意上调 但是光头一定要贴紧皮肤 去避免烫伤 这是这几项关键的参数 还要再强调一点 像头部 唇部 和腋下 腋下 腋下 一定用小能量 建议从二十 女性的话 从二十以上 开始逐一上调 根据客户的舒适度 适应度 男性的话 可以二十五三十这样 同样 我们一定要看准客户的肤色 肤色是很关键的 它的肤色和毛发的深度 简单的话 这是最基本的操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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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